是钱的问题对吧 嗯 是咯 这样阿伟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 OK 问吧 所以 你看 他已经打开他的洗脑 问吧 好 然后我就讲什么 阿伟 诶 请问你今天 正为金热金石的行情好吗 他就讲不好咯 那也会好 好 这样假如明天上班的时候 老板告诉你 诶 阿伟 行情不好咧 你有两个选择 这个话数你们也应该听过 第一个 你就是 诶 我补一个月的薪水给你 然后我就自动辞职 第二个 我就叫你十发薪的薪水 等行情好 我再加薪 或者加回去给你 所以阿伟 请问你会写哪一个呢 OK 然后他一讲去 第二个咯 嗯 对啦 阿伟 你显得对 因为很多人都是会写 第二个的 所以 他会写一下 他的实则是对的 OK 因为为什么阿伟 你会这样想 因为少了十巴仙的收入 你应该还可以勉强应付 但是如果少了一百巴仙的收入 你的家庭将会怎样承担 怎样去承受呢 所以建议不如你就讲 这十巴仙的时候 排一个招呼 排一个口口 有病的时候 有医药被没病的时候 将来的 退出养老金 OK 就有退出养老金 而且同时 确保你家人可以安心 OK 可以自在地 守护 OK OK OK